欢迎回到部落大小盛的现场 那么这个历史转型争议 到底要怎么样子的一个落实 才能够真正的符合 也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成果呢 当然也有人会说 转型争议最直接 有没有可能是 把现行原基法的相关的执法 都能够推出来到位 就可以实现所谓的转型争议了 我们来先看一下图表9 图表9 我们看这个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相关的执法 目前还没有办法落实的 大概有四项 包括了土地海域法 原住民族自治法跟部落公法人 以及成立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委员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已经完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10 图表10里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 这个原基法的推动 也制定了相关的解释令 也修正了相关的一些 补偿条例也好 或是原住民族教育法等等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表8 我们看一下图表8 图表8是在蔡英文在2016年 竞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原住民族政策九大政见里面的第九项就是 尊重贫补族群自我认同权 还有归还民族身份 以及完整民族的权利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潘理事长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了图表8 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总统 在参选竞选的时候 有这么样子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宣誓 那现在你在原转会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能够真的把拼补族群 这么多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新生 在你这一届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凸显出来 我在12月29号那天原转会的开会的时候 我就从事以前我们第一届第二届 在委员所诉求的就是说 还我们的正民的问题 还我们原住民的身份的权利 那我们蔡总统 那第九项真的有提到说 要对针对拼补族群的一个关心 然后他在八月 2016年的八月一号 也向全国的原住民 也道歉的时候 也有在提到拼补族群的议题 然后他有在同一年 2016年的九月三十四一号 我们的蔡总统说在九月三十要以前 要落实我们拼补族群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那因为我就针对这一些我们总统 这样子的关心拼补族群的问题 所以说我非常的期待在我们的蔡总统任内可以完成 像我们蔡总统这样子关心我们能够把正民能够完成 落实我们拼补族群跟我们法定原住民一样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权利 当然我们会不会是一下子想说会跟我们的法定原住民 去说类似的福利怎么样 当然我们一定如果说一次到位 我们还是很希望政府可以一次到位 跟我们法定原住民一样的福利 但是最起码我想说在我们蔡总统任内 第二任内我们是非常期待他能够把拼补族先证明完成 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 这个不是我个人 这整个所有的拼补族群 大家得一样的信心 好我想请教再追问一个问题 潘理事长就是到底目前 全国的拼补族群对这个证明 现在还有哪几个不同的意见 已经整合了吗 那如果还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你要怎么去整合不同的声音 目前其实我们所有的拼补族群 他有一个第一次的到位 第一次所谓的到位就是说 一个一次就把我们拼补族群 跟我们法定的原住民一样 十六族相有同等的权利 一次的到位 那如果不能这样子的话 可以是不是说 我们有一个稍微分开 我们就变成说一个 拼补原住民的身份 这样子就跟我们法定的原住民 有稍微的分开 但是我们还是有原住民的身份 但是他是属于说拼补族群 原住民的身份这样子 我们是这样子 如果说法律可以说一次到位 当然我们似乎非常的期待 不能的话 我们就看我们的法律政策 可以允许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尽量去争取了 所以现在平补族的时候会 不管是一次到位 或是足足渐渐的方式 已经达成共识了 会倾向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当然是第一个是一次到位 当然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再可以麻烦的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就期待说先证明 那其他的福利 其他的不治 我们再慢慢来谈 我是希望说可以做到证明的 这一部分一定要在总统日内 能够完成 那就辛苦潘理事长 未来这三年来努力努力了 谢谢 好 我们针对总统有提到 所谓的主群主流化 这个关键词 在转型正义的工程里面 这个概念可以扮演 什么样子的一个关键角色呢 我们在这一节里面 好好的去做一个讨论 我想先请教我们的 阿浪副召集人就是 这个所谓的主群主流化 到底应该要怎么解释 让我们台湾的公民 台湾的社会 同时可以理解 它其中的一个含义 那个我的看法 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为什么要推动这个 就是主群主流化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台湾的人的结构 本来就是一个 应该是多元的一个民主 那像台湾目前的人口比例是 有一个大的族群 就是佛罗朗 闽南族 闽南族 然后对应 其实它就变成 多个小民族 结合成的一个国家 对 那这个在全世界 其实算是正常的国家 是 正常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你大家注意看怎么乱 台湾还是会能够 可以解决 弥贫一些事情 对 那但是呢 就是说 因为不懂的朝代 留了很多的这个 所谓就是说 很不正义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讲 那这些 这个部分 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族群的一个角度 也就是 照我的想法 就是一个叫做 民主行政的一个角度 对应你过去省政的时代 省政的时代 就是它是一个 一个命令 一个动作 这样执行下去 一条边 对 现在就是 那个用族群的一个行政 尤其在共部门 完全要用这个族群 民主行政的一个角度 来去推这个 这个多元的一个族群 这样子这个状况 就比较能够接近 所谓的共生共荣的这个角度 那只要把我们那个过程 做的就是公正公平正义的话 我想很快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我相信那个 我们的国家的总目标 或是希望 还有我们内 我们包括我们一届平民的心理 大概也是希望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部分 我们所做的这个各方面的行为跟活动 那就是这个族群主流化 那但是呢 要必须透过一些行政措施来处理 那包括活动 那如果是在我们这三个小组里面 都要是比较是属于这个和解小组的工作 是 目前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想请教一下田老师 刚刚那个我们副召集人 有提到这个族群主流化这个部分 那我们是要如何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扩大到民间团体也好 部落社群 甚至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青年 那因为现在整个主题小组 已经是在各个政府部门 文化部 这个教育部跟园民会 那刚刚这个我们阿浪副召集人有提到 这个可能会是在和解小组的这个部分 那已经变成了政府部门来主持 这样子的一个作业的时候 你会预见什么样子的效益 和解的话 其实来讲未来我们要走向这条路 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就像太陆国国家公园 我是共管委员 共管委员就是到最后 我们要如何去和解这件事情 我们花联的赛德克 其实人不多 都是一些布农的 各个组都在他的周围 他在他周围 未来我们要如何 就是说各个民主之间的去和解 但是未来 这也是我们延传会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之一 我很高兴 就是说也很荣幸担任这样的延传会 我会从同所说的 我会谦卑 谦卑 再谦卑的是勇往直前 来完成我的任务 来完成我的任务 其实来讲 我们延传会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繁重 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我的这些土地 是不是可以符合原计划 每一个人都讲说 这是不是可以符合原计划 事实上 从我们这个延传会的时候 都是总统来带领的 带领去往下面 就是说来去执行这个工作 早期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 不是这样的 但是有我们这个延传会下去的话 那就不一样 他们的工作也非常非常的积极的 现在目前的公务人员 好像改变了改变了很多 就会感谢这个蔡总统 蔡英文总统 有这样的一个延传会 成立这个延传会 虽然我们跟未来就是跟蔡总统同进出了 可是是不是后面还会不会有的世界 我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好好去把握 是 好好去把握这件事情 要好好的把握 这个族群主流化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行政议员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纽西兰 他们的白人 也会跟着那个毛利族群的 那个所谓的战务 去跟着他们去做这样子的一种颤动 然后以身为纽西兰人为傲 那在我们台湾 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文化 相互的欣赏会有什么困难 刚刚提到主群主流化 如何在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执行 我认为我们本身必须 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民主 而且在这个主体性里面的民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治管理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比如说我们可以制定有关单就原住民事务的一个 单行效率的这样一个法力的部分 像刚刚我们也提到我们傅昭有讲的 像兰里的核废料这些补偿的一个制度 我们不能单单只针对兰里核废料这个补偿的一个制度 来去单方面一个执行 所以那次在我们第一次会议 那时候会前会也提议过 对于我们原住民这些所有补偿制度 是不是大家可以共同来提出一个 比较通案性的这样的一个把折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了在我们花莲那个新城山 这个挖煤矿 这些是不是需要有补偿 在我们传统领域部分 有架设这些其他的公务的一些设备 是不是要给我们传统领域的这些族群 有一些补偿的一个制度 所以我满认同我们不招所讲的就是 在我们原种会里面所提的一个议案里面 我们希望是一个全国性原住民族群 共同的一个议题 而不是单据我们各地方的这些的事物来提出来 我想这样的一个整个在原种会的功能 才会彰显的出来 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我们纽西兰对于毛利人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重视 所以从1840年的时候 跟毛利人的这些就签订了一个什么叫做 外坛期条约这部分 一直到1993年的时候 他们纽西兰国会通过了这个毛利土地法 跟加上这个外坛期条约这部分 才正式的把他们当毛利人 原住民族的一个权利 真正的一个法制化 而澳洲澳大利亚政府 也对于他们这些原住民的土地 也把土地的权利也一致的法制化 所以我个人也建议是说 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讲的 有一些的特别法 像只单单只有在解释这方面的话 它没有这个一个法律的一个位阶 我想这个执行可能会有些的一个 自爱难行 这单单是一个实体法的一个解释 但是你没有一个程序法 来去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想土法不至于自行 所以我认为我们主情需要有这个 主流化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治 管理的一个权利 如果回过头来 就刚刚我所提的这个 是不是我们要走向一个民主自治 这样一个方向 像我们对岸 大家应该有去过 像广西 有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 中国的宪法里面 就发展出一个叫做 民主区域自治法的一个规定 就如同在我们的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也把我们这些 对各族群的权利 以以要法制化 跟能够都得到保障 我们才会产生 我们现在一个原棘法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原棘法的 这样的一个位阶 就视同事跟宪法 这样子的一个位阶 我们才能 对我们自己原住民的一个族情 有这样一个主体性的 一个彰显的功能出来 甚至于在我们各个议题里面 我们原住民有自己一个 很带头性的一个话语权 能够彰显我们自己原住民族 是对每一个事物 是一个主题的一个象征 好 那么在时间的最后 我们请我们现场的来宾 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语 我们先从田老师这边开始 请 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到波罗大小生这个节目 我个人本身也是 太陆国家公演员的共管委员 我希望这个共管委员是怎么样 先共管获得自治 再谈和解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就是说 你以为你在那边 像太陆国家公演 你处长高高栽赏 事实上你是过路客的 我们原住民永远都是在那个地方的 是 你要重视我们的问题 当然了 还有很多土地的问题 必须要 就像我前面所讲的 要回家的路 这个你必须要把它要做到 是 再其次 现在还有一位一百岁的文明老人 他的名字叫林智妹 还活生生的为历史这一套见证 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事这个事情 好 我们也祝福了 好 我们的行业议员 我们也期待我们这一届的 所有原转会的委员 能为我们台湾这些原住民族群 能够去从历史发掘真相 然后才能逐一的来实现我们这些正义 我想我厂长有跟我们主任讲说 你是原转会的委员 我就跟他们讲说 原转会不要被误会 不是说原地打转的一个会议 叫原转会 我说我们这个委员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用心 来去探讨我们原住民的这些各有的一个事物 来发掘正义 来为我们原住民族群 来去争取这些的一个正义 好 我们请潘理事长 好 我当做第三届的委员 我知道总统有提过 我们要提的案是要针对我们实际上有目标的来提 不是说地方政府可以处理的 又提到中德府来 这个是浪費时间 这是我认知的 那在原转会的立场 我很高兴在这边可以参加各委员的 参与这个原转会的运动 然后我期待在原转会 可以在我的任期中 也是在我们蔡总统的任期中 可能可以证明完成 最后就是我们所有的 包括法定原住民 包括评补原住民 这样子一共有十九个委员 我们只有三个代表 其实像那一天在选委员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选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了 我们要选阿浪当我们的副作 其实我心里都是归属他 好 大家继续又请大家来支持我们 好 谢谢理事长 好 三年后我们毕业的时候 不晓得还有没有原转会 争许这三年我们一起努力 加多民伴 好 好 好 谢谢我们现场的来宾 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同时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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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